内容比较多 我们看一下实际的软件操作 其他工具 第一项是系统控制 它是控制的初始设置的系统 这里比较常用的就是TSD双击编辑 还有这个选配金助手 包括下面这个右键菜单 好多工程师经常会问到 为什么应用右键的时候 不是重复商业命令或确定 主要就是这个右键菜单影响的 我把这块给大家介绍一下 从这个双击编辑这块开始 双击编辑和选配金助手 它是和配金助手是类似的 给它画一个做一个凉的配金 其中标注 比如我现在鼠标放在凉的其中标注的位置 它会直接显示它的一个配金面积 双击去编辑的时候 它会直接调用这个配金助手 比如2-22我要给改成4-20 4-25改成6-25 直接逐一去对应选择 然后右键确定 它就将我的配金做了一个修改 我们再看一下刚才的系统控制 这两项是双击编辑和配金助手 和实时显示面积 还一项就是右键菜单 我们现在默认的是探索者的右键菜单 探索者右键菜单是 右键重复上十次命令 如果选择对应的构建之后 比如我选择凉线 右键它会将我凉线 所对应的功能都给它列取出来 比如凉线偏移 可以自己去随便的去选 它对应的一个位置 编辑轴线的时候 选择右键 它会把轴线所关联的功能 都给它做一个选择 轴号1 可以随便的去添加 轴号2 这一项是系统控制 PGP设置是探索者和CED的快据键都在这里 如果我们重新安装探索者或重新安装CED的时候 自己定义的CED快据键比较多或探索者的快据键比较多 我们可以通过工具自定义 我们可以通过工具自定义编辑程序参数 这里是CED和探索者的所有快据键功能 我们可以做个文件 另存 保存到桌面 它就是一个默认的PGP文件 然后PGP设置 做导入PGP 找到我们刚才导出的文件 就可以了 它就会保留了我原来的默认的快据方式 这个时候点击确定就OK了 快据条 它是对应着我们上面的一个快据菜单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下面的快据菜单 图层过滤 可以将图层按照你想过滤的图层 给它逐一做一个选择 也可以做一个多选 实体过滤 和我们刚才用的图层过滤类似 不过它是做的一个实体构建的一个选择 文档对比 它的应用是可以将两个word中 不同的文字内容帮您做一个快速的查找 然后将它的一个不同的内容给您列取出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图形对比 图形对比是将两张DWG图纸 不同的地方帮您快速的做一个 查找 可以应用到建筑一些细微的变化之后 我们结构可以快速的查找它的一些 变化位置 比如说它的一个洞口的调整 图形对比它需要两张图纸 我随便的画一下 然后我将它复制到另外一张图纸中 复制完之后 我删除一部分 删着一个角吧 然后我们再使用其他工具中的图形对比 选择两张图纸 然后做一个全图比较 比较之前 如果有不同的角度 要做一个左右侧的一个定位点 左侧定位 右侧定位 定位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 去比较它的内容 这是我可以比较的内容的选项 点击开始比较 然后这会儿会弹出一个菜单 点击实时同步显示 两张图纸会同时有个联动 点开比较查看结果 它可以快速的帮我们定位出 哪里做过调整 这是调整的位置 查找到调整的位置之后 我们可以做一个 同步同步到某一侧 比如说选择同步到右侧 我们去框选 它会自动的将我们左侧的图形 和右侧的图形 做一个图形的匹配 但是我们现在这会儿少了个轴线 它这会儿还是帮我们做了一个 图形的一个比对 这个是图形对比 点击退出就消失了 图出 图出功能是用来给我们做标记的 它可以将我们的时间 把我们快速的做一个添加 图形指读和图形打包是一对功能 图形指读 往往是我们在给别人发图纸的时候 想给自己的图纸做一个加密 通过图形指读功能 它会将我们的图纸 另存为一个新的图纸 比如保存在桌面 探索者以一种加密的方式 将它做了一个加密 别人拿到你的图纸的时候 只能去做查看和量取尺寸 不能进行编辑 它做成类似一个块 但是是一个不可炸开的 别人是没有办法进行对你的图纸进行编辑 这个是指读功能 图形打包 我们给别人发图纸的时候 经常想把图纸中对应的字体参照 发给别人 这个时候别人那里就不会出现文件缺少 或者字体乱码问号的一个情况 图形打包就实现了这个功能 我们使用图形打包 去将刚才的图纸进行打包 它会以一个ZIP的压缩包 帮我们做一个保存 我们看一下这个压缩包 不仅包含了它的图纸 还包含了图纸中所对应的一个内容 对应的一个字体 通过图形指读和图形打包 我们就可以发给别人一个 既完整又安全的一张图纸 全图炸开 可以帮我们的快速的给它做一个 炸开 点击全图炸开 我们再看一下 全部都给它炸开了 如果有多个块也是会炸掉 图形切割和图形裁剪 也是经常一起使用 图形切割 我们经常会做一些图纸变更 做一个局部的索引搭样 点击图形裁剪 图形切割 命令行可以矩形可以圆形 也可以自己随意去维和 比如说我使用矩形 去框选 圆图比例1比100 输入新的比例值1比50 它可以帮我们快速的 将我们框选的位置切割出来 并且做一个放大 图形裁剪 我们切割过来的图纸之后 如果哪个位置 没有做的特别完整 特别齐 我们可以用图形裁剪去 二次的去编辑它 框到哪个位置 会将哪个位置 做一个自动的修剪 然后我们再使用单轴标号功能 去标它的轴号 一轴 A轴 再加上符号中的 po断线 po切符号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将我们的一个 索引大量的一个图形就给它做好了 我们再看其他工具的下一个功能 叫做手动拆图 手动拆图就是框到哪一张图 它会将哪一张图单独的做成一个DWG图纸 然后我们这个批量打印这块可以根据图框 然后将它的图纸做一个拆分 拆分为单独的DWG图纸 并且拆取图层的时候 拆取图框的时候 可以自己选择任意的图框 然后完成我们的一个批量打印工作 房间镜像 房间镜像 支持两类的镜像内容 一种是使用探索者的TSPT直接成图的 无论是两板强阻都可以 我们其他工具的房间镜像 除了图形接口转换之外 还有一种方式 是使用模块中的TSPT成的图纸 数据自动化量 直接生成的量图 使用其他工具的房间镜像 命令行 沿外轴翻转 它也可以实现文字的一个正常的翻转 如果是出现这种问题 我们可以使用屏法拖动的屏 去二次的去拖动它 这个是它的房间镜像功能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参照炸开功能 我们先做一个参照 随便打开一张图纸 比如说这是我一个参照 我们的参照炸开功能 是参照的临时炸开 点击参照炸开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定位 它的一些点 比如说我想在这些焦点的位置 给它做一些柱子的插入 或者其他的东西的一些插入 可以这样快速的实取它的一个对应点 实现完对应点之后 我们再用其他工具的参照恢复功能 我们看到它仍然是一个参照 我加的东西和它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就是便于我基于我的一个参照图 给它找一个定位点 全图单色可以将图纸这个颜色 变成一个颜色 变成同一个颜色 填充改色和填充编辑 可以去编辑填充的一个颜色 和它的一个样式 比如说这会做一个柱的天使 然后我们再使用其他工具的参照 填充编辑 改变它的一个样式 点击确定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填充就会发生了变化 图形优化 它可以将在我们出图之前 可以将我的图纸做一个轻量化 将一些碎线给它直接清理掉 绘制图框 可以直接将各种型号的图框 快速的绘制出来 而且可以定义它的一个图签和绘签的名字 点击确定 就会直接生成出来 这就是我们其他工具的内容 就会发生了一个图签和统签和统签 统签和统签和统签